不安防 圣地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呼吸 弟兄姐妹平安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早晨让我们谦卑 相扶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求你给我 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主你给我 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 人生的依靠 淡淡相信你 深深敬畏的 一生要跟随你 祝你 求你给我 一颗谦卑的心 祝你给我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很多的祷告 帮助我跟神的依靠 淡淡相信你 深深祈祢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很多的祷告 帮助我跟神的依靠 淡淡相信你 深深祈祢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很多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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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Seni 常为我们的媳 wan告祝你 我们就在沮丝加入 我和这些新神 都能疼你的传面有phen 外国 Ant톡 Semester 人们能丢为生气和光的利益 得到我们智慧的 ! 当 центрvan 我们知为多闺快 主则也是非常闺了 人 italiano 我们也想办法 是锋首歌声归 yll你祈求会 而神 troisième 慰安 把стра Demokraten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 跟神的依靠 淡淡相信 深深敬畏你 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 跟神的依靠 淡淡相信你 深深敬畏你 一生要跟随你 淡淡相信你 深深敬畏你 一生要跟随你 耶稣我们向你祷告 我们一生都要跟随你 主要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 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敬畏你 一生都能够来信靠你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天父 求你赐给我一个敬畏你的心 和一个顺服你的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到第七节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基督说 主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又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我们要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 在一个危险的世代里 相信神的保护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相信神的保护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记得 我们不可以去试探你的神 神是保护我们的神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去做一些故意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或者没有意义去挑战神的事情 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叫我们拿刀砍自己 说不会痛 不会痛 我们的神也不会说你爬得很高 爬刀梯 让你觉得说都不会割伤 我们的神也不会叫你脚踏在火上 都不会痛 证明我们的神很厉害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神没有要我们从垫顶上跳下来 好像我们超级厉害 神没有要我们当超人 但是撒旦用神的话来引诱我们 落入试探 好像耶稣所遇见的试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要知道怎么敬畏神 知道怎么用神的话去拒绝魔鬼的试探 魔鬼不能够伤害神的孩子 因为我们有神的篱笆 有神的保护 除非魔鬼引诱我们 我们自己走出了神的保护 我们自己拆毁了那个篱笆 我们自然就落在魔鬼的试探里面 这是魔鬼唯一能够做的 叫我们恐惧 用谎言引诱我们 让我们脱离了神的保护 以至于魔鬼就可以毁掉我们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刚刚信主的时候 也曾经落入在神的试探里面 那个时候不成熟 真理也不明白 所以真的就好像这个圣经讲的 在垫顶上 撒旦要你跳 我还真跳了 觉得自己很厉害 超了这一跳就付上了极高的代价 后来回想 怎么会落入魔鬼的试探呢 当然我里头的骄傲是很主要的一回事 主要的骄傲让我落入那个试探 以至于付很沉重的代价 但是我回头更仔细地想一想 我在我自己落入试探 付上很高代价的时候 我觉得我学到了三个很重要的功课 为什么我会落入试探 第一个 我觉得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属灵的遮盖 你知道人很骄傲的时候 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我为什么要去跟属灵的遮盖商量呢 所以我当时那件事 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我觉得像我这么属灵的人 全台湾就只有我跟神之间有一个秘密 是神要使用我的 其他的人不够属灵 我一个人跟上帝有一支秘密的电话 你知道吗 全台湾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知道 所以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所以就做了一件 表面上很属灵 其实是亏损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不管你听见什么声音 读圣经任何感动 很重要一件事情 重大的事情的决定 你一定要有一个 你信任的属灵遮盖 去跟他一起做商量 因为你的遮盖就是为了保护你的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 第二个 没有好好读圣经 我当时就是 以为我听见神的声音 我就以为全台湾只有我听见而已 所以很骄傲 那么不明白圣经中的真理 所以我被撒旦欺骗了 你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懂神的话 撒旦神的话搞不比你还熟 撒旦也懂神的话 所以你必须对真理 要很清楚的一个认识 我觉得这件事让我很认真的 开始去明白神的话 免如落入撒旦的谎言 第三个 我觉得祷告灵修的生活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祷告 那么常常有一个顺服的心 那么每天跟神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属灵的知觉 我们属灵的感觉会比较敏锐 会比较察觉到说 这件事情好像不太符合神的旨意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 所以我在这个功课里面 感谢主 是在出信主没多久的时候 就不成熟 就付上了很高的代价 但是给我一生倒是有非常好的学习 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很重要是要一颗敬畏的心 和一颗顺服的心 因为有的时候 属灵的遮盖或者教会 给我们一些提醒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 是顺服神 甚至只要透过读经祷告 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应该去做 不应该从垫顶上跳下来的 圣经有一段经文 列王记下22章34节 讲到雅哈王跟约沙法王的争战 这个约沙法王一起上战场 要跟雅兰王打战 这个雅哈王他有400个先知 他就问这400个先知说 可不可以在战场上 去跟这个雅兰王争战呢 这400个先知都拍马屁 都说没有问题 王你去一定赢 一定赢 一定赢 那个400个先知里面 有谎言的灵 那么说说没有问题 没有 但是有一个先知 向来只说凶也不说急语 这个先知叫做米盖亚 这个米盖亚 他跑去问米盖亚 这米盖亚就跟雅哈说 你不能去 你去的 你去你必定死在那个山上 你必定死在山上 讲得很肯定 但是这个雅哈王 他就觉得这个人是跟他作对的 他不听 但是心里还是惧怕 他不听 但是心里还是很多恐惧 所以他怎么做呢 圣经中那句话很生动 他就变装上阵 他就脱掉他的王的战衣 王的衣服 变装上阵 他以为这样子 没有人认出他是雅哈王了 可是圣经形容得很生动 有一个战士 名字都没有 随便开弓 圣经讲随便开弓 就射进雅哈王的甲缝 盔甲的甲缝里面 就把他射死了 你平常要瞄准 那个甲缝还不太容易射得到 随便开弓 一个是变装上阵 就把他射死了 神的命地他就死了 有时候我看这段故事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第一个 第一个 先知美盖亚去提醒他说 你去的必定死 既然你不相信 你就不要怕 干嘛变装上阵呢 可是你又怕 又恐惧 但是不是悔改 变装上阵 结果人家随便一射 把你射死 先知美盖亚的警告跟提醒 可以是成为雅哈王的拯救 他只要在恐惧当中 敬畏当中 他悔改 而不是变装上阵 或许他就可以躲过这一劫 我想这也是米盖亚提醒他很主要的原因 不希望他死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 很多的时候 我们心里有惧怕的时候 我们不是悔改 而是变装上阵 我们绕一条路 其实你心里就有预感 这条路不该走 这件事不该做 你心里早就不平安了 你不用先知跟你说 你自己读经祷告 你也明白 这件事就是不平安 这件事就是不该做 但你心里就想说 我做最后一次 或者想说 我下次不做了 或者想说 大家都这样做 我也没事 但你心里的不平安 在你心里早就很清楚了 你变装上阵 拐个弯去弄 结果人家不小心 一射就把你射中 生命中常有这种事 你很后悔 你会觉得你很后悔 你会讲说 我明明就有不好的预感 是 你明明有不好的预感 可是你没有悔改 你还继续地走在那条路上 结果你就看到 就落入了一个试探 就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知道 四篇九十一篇一节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象 我想问说 我们怎么可能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怎么个住进去法呢 是透过祷告住进去吗 是怎么个住进去吗 我个人我认为 我们怎么能够住在 至高者的隐秘处 也就住在全能者的印象 就是要顺服神的话语 我觉得敬畏跟顺服 神在我们的 每一个基督的思维 都已经竹上了篱笆 就像在约伯的旁边 神为我们 我们的家 我们在竹上了篱笆 只要我们自己 不拆毁这个篱笆 我就告诉你 神一定会保护你 那个篱笆是什么 那个篱笆就是 神话语的应许 那个篱笆就是 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应许 如果你顺服神的话语 就是顺服在 神的保护之下 当你顺服神 当你敬畏神 你不敢试探神 你真的不敢试探神 不是不想 我常常讲说 我们人都是罪人 哪里不想 想 不是不想 是不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这是神的话语 我们不敢试探神 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 神也是 神是烈火 所以我们不敢试探神 我们就顺服神 那你就会在 自高者的隐秘处 全能者的印象 你就得到神的保护 在一个危险的世代里 如何能够勇敢地活着 你要相信神的保护信息 第二个 你真的要顺服跟敬畏神 不可以试探神 在神的保护当中 可以勇敢地活着 我们同来祷告 第一件事情 我们求神 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 我们真的知道 需要有权柄 成为我们的遮盖跟保护 不管你是谁 都需要有个权柄跟遮盖 我们一起 同声地开口 要来祷告 其实我们要请你当地 如果我们是我们的 希望有权柄 有权柄 就是当地受的行李 如果没有权柄 是我们的权柄 神的保护 把这些小学习 没有权柄 我们的教练 本来的教练 对我们的神的教练 先为他 有权柄 成为他 有权柄 有权柄 我们的权柄 在祷告 就好将我们顺利 是个赔的书 然后我们之后 我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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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 跟着神的保护 柄 耶稣我们向祢献上祷告 主啊祢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 当顺服祂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主啊今天早晨求祢挪去 我们里面的骄傲与悲逆 主啊赐给我们谦卑的心 和受教的灵 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 去顺服我们的权柄 主啊帮助我们 能够因此少走许多的冤枉路 能够少付上点代价 能够一生活在祢的遮盖与保护当中 谢谢耶稣 是的主我们向祢来仰望 主祢说骄傲在败坏以前 狂心在跌倒以前 主今天早晨求祢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 主啊让我们谦卑顺服祢自己 并且顺服祢设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柄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狂妄 让我们的眼也不高大 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权柄的保护 我们要在这保护当中可以远离一切的试探 可以脱离一切的凶恶 也求祢早晨祢赦免我们 过去我们因为背逆任意万为的罪 主啊并且求祢再次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柔软谦卑的活在祢的保护当中 主我们感谢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接着一个祷告 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 不平安的事情就不要做 远离二世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同声的开口祷告 主神保守我们的宗教师的王宗佐 主啊主啊基督的新的祕图 我们种 ant护当中我们的养离一切的凶食 我们的联系 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教权地址撂 我们的养离一切的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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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养离一切的候 我们的养离一切的凶食 祈求我们下来 亲爱的主耶稣 是的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向祢仰望 求主耶稣 祢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主啊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祢的心 亲爱的主耶稣 因为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主啊我们真真实实要来到祢面前 求祢用大能的手 拖住我们的脚步 主啊在现在的世代 有许许多多的诱惑 这弯曲被祢的世代 我们特别要祈求祢 赐给我们有一个敬畏祢的心 站立在祢的面前 不论我们往左往右 主啊让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向祢仰望 向祢祷告 求祢就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 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 好叫我们不偏离祢的道 主啊能够过圣洁得圣的生活 求祢帮助我们 主我们再美祢的榜样何其的美 主啊祢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但是主祢没有犯罪 求主真的怜悯我们不过是尘土 我们真的有时候 我们会软弱会跌倒 但是求主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将祢的话 能够藏在心里 免得我们能得罪祢 主啊我们要来亲近祢 当我们更多的来靠近祢 二世就远离我们 求祢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建造我们这个敬畏祢的心 能够更多的来与主祢来同行 还是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第三件事情 求神赐福和保护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教会 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开口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祝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家和我们的聪明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祝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家和我们的教会献上感恩 主啊祢说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气 是圣洁的 是祢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的敬拜乃是祢所当然 主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 在时时刻刻我们都献上 我们对祢最真诚最圣洁的敬拜 谢谢主 父神孩子来到我面前祷告 我宣告我们的家庭跟教会要来顺服神 顺服祢的话语要来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跑而去 宣告在当中祢的保护 祢的恩宠要超自然的领导 在家庭跟教会的里面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所求 阿们 赐平安的神我们感谢祢 也是赐福的神 也是保护我们的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祈求 人生 veulent law programmer 持人生帝 我相信我 深深吸引闺 耶稣净 跟随祢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 恨神的依靠 淡淡相信祢 深深祈祢 为祢 一生要跟随祢 祢 祢 祢